大家好,我是三喵先生,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这两天,国际上最大的新闻就是俄国出兵乌克兰东部 这消息特别符合许多人对于战斗民族的印象 这不,很多自媒体都在兴奋地吹嘘俄罗斯敢于亮剑 打出了所谓的大国风范 可是你仔细一琢磨,这些年俄罗斯在乌克兰搞的这些小动作 已经招致了主流社会一轮又一轮的制裁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要对乌克兰动武 这到底是图个啥 俗话说,太阳底下没新鲜事 俄国现在这么搞,19世纪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情了 1850年的时候,俄国盯上的这块地方叫土耳其 它扼守着黑海的出海口 也是俄罗斯南部通向世界的大门 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伊士想获得土耳其 以赢得战略缓冲,同时转移国内矛盾 在他看来,唯一的麻烦就是得跟英国大声招呼 英国毕竟是世界老大,在地中海也有很多的势力范围 不说一声,那也说不过去 所以,尼古拉伊士亲自访问伦敦 跟英国首相商量这事 还没等首相说呢,沙皇陛下亲自开口了 说,咱们两个国家要不然把土耳其给瓜分了吧 海峡这块归我,剩下的地方你随便挑 这感情分割土耳其就跟那分割肥牛似的 这么大的事,你就这么自顾自的说出来 也不考虑任何的国际影响力 这首相大人第一次见到有人 这种语气说话都给吓着了 只能,对对对,是是是 不过,这狡猾的英国人也是留了个心眼 嘴上说什么都行 但是,你要让我给你签个协议 在报纸上公布个什么 对不起,这件事情太大了 我得找议会好好商量之后再说 不过,您放心 等商量出了结果 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 这不是用很明显的托词吗 但是尼古拉伊士,这沙皇愣是没看出来 他回国之后,就自顾自的准备 对土耳其的征服了 在他看来,他准备双管齐下 首先占领巴尔干地区 然后再征服伊斯坦布尔 这样的话,他可以在欧洲南部 额外的获得另外一个战略缓冲旗 当然,我们说征服总得有借口 不是,俄国找的这个借口 就是宗教的理由 我们知道土耳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那沙皇陛下说了,说巴尔干半岛有大量的东正教的教民 现在沙皇要当他们的保护人 也不管土耳其怎么说,沙皇就写了最后通牒 派了自己一亲信,极其傲慢的去伊斯坦布尔 把这最后通牒递给土耳其苏丹 然后就准备向巴尔干进军 开始他的征服大业了 沙皇的如意算反打得特别好 但没成想,土耳其突然应急起来了 他们背后站着是英国和法国 原来英国拉着法国一起 以保护土耳其为名 向俄国宣战,还真派出了兵 这下尼古拉一世算是骑虎难下了 他以前要对付的敌人只是一个孱弱的土耳其 那么现在呢,俄国要同几个世界一流大国去过招 虽然沙皇俄国的海军在几次海战当中 击败了土耳其的舰队 但是英法舰队一路直插黑海腹地 把俄国在那个地方的军港塞瓦斯托波尔给团团围住 这下黑海的出海口是彻底出不去了 那仗打到这个地步,打还是不打呢 那这尼古拉一世思来想去 决定还是继续战争 为什么呢,他要转移国内矛盾 这都已经19世纪中叶了 民族主义思潮席选欧洲各国 那俄罗斯也不例外 甭管国内再大的事 只要是一世对外 那就是群情激愤 国内矛盾就可以暂时得到转移 那么对于俄国来说 他要转移的国内矛盾 一个核心就是农奴制的问题 说起来,这农奴制也是俄罗斯帝国的国粹 自从16世纪以来 广大的俄罗斯农村就已经是这种制度了 很多的农奴就被束缚在土地上 他们没有人身自由 连自愿结婚的权利都没有 你至于说什么财产事业 想都不要想 终日被束缚在土地上劳作 得到的仅仅是几片能够勉强糊口的黑面包 你说起难听脸的话 这些农奴的不是人 只是会说话的牲口而已 那么到了19世纪中期 人本主义思潮 还有启蒙思想 这股风吹到了俄国 所以社会上对农奴制批判非常尊锐 以此同时 这个时候俄国他也在进行自己的产业革命 大量的工厂 铁路 这种修建 是需要很多的自由劳工 可是这个时候 广大的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 没有办法 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去劳作 所以这么看来 于情于理 你这农奴制都得被废除 你说沙皇尼古拉一世 知道这事吗 他当然知道 但是他自己对于废除农奴制这件事情 一筹莫窄 拿不出主意 既然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想办法转移矛盾 所以沙皇这个时候 不但没有教廷战争 反而扩大征兵规模 所有的农奴自由民都可以当兵 国难当头 正是当兵为国效力之时 谁敢在这个时候有别的想法 那就是额奸 人人得而诛之 在沙皇看来 让奴奴当兵 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既能够激发他们的所谓爱国热情 而且沙皇陛下说了 这奴奴兵上阵杀敌立功的话 马上就能获得自由民身份 所以他就是想用这一招去缓解国内的这种阶级矛盾 可没曾想 这奴奴兵 一没文化 二没纪律 这国家荣誉感 更是等同于没有 上了战场之后 好几次 英法小股部队一冲锋 这俄国奴奴兵组织的大部队一触即溃 俄国在几次战役当中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导致了最后的惨败 结果战争打了一年多 英法围困塞瓦斯托波尔 俄国想尽了各种办法 也没招 反而还搭进去了几个最能打的将军的性命 到最后 塞瓦斯托波尔终于陷落于英法之手 这就是尼古拉一世战争冒险的结局 他自己为了扩大势力范围 为了获得战略缓冲 向外扩张 结果这场战争变成了俄罗斯国土上的战争 到最后以这样的惨败收场 不过尼古拉一世他自己没有看到这场战争悲惨的结局 就在这场战争进行了紧要关头的时候 他悲愤交加 撒手人寰 有人说他是病死的 但是更有可能他就是自杀的啊 这尼古拉一世是不在了 但是这个烂摊子总得有人收场吧 他的继任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赶紧想办法跟英法去谈判停战 那既然要停战嘛 什么样屈辱的条件我都得答应啊 这土耳其啊是甭想拿下来了 巴尔干那就不要想了 这俄国几十年对外扩张的这种想法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更恶心的是什么呢 从此之后欧洲各国看俄国就像看一个贪得无厌的怪物一样 之前还带俄国去参与欧洲事务 现在什么我都不带你玩了 你要非要说这俄国这场战争结果怎么样 那就是赔了富人又折兵 有收获吗 最终可能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痛定慈痛 终于把这农奴旨给废除了 废的还不彻底 结果就这样能让俄罗斯帝国又往前续了几十年的命 我们说十九世纪 这尼古拉一世的这次军事冒险对外扩张 它图的可是个啥呀 那无非第一获得战略缓冲地带 第二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这是近代俄国对外扩张的两个根本的心理根源 为了这两个目的 俄国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 那么到最后那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又过了几十年 那会儿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没有从历史当中获得任何的教训 计吃不计打 这不一九零四年的时候啊 尼古拉二世想在中国东北获得一块战略缓冲 同时呢也想借着对外扩张和战争转移国内欲眼欲力的阶级矛盾 所以啊在那一年他同日本开战 尼古拉二世的算盘打的还是挺精的嘛 这日本啊毕竟不比英法不是那种超一流的大国 这俄罗斯啊怎么看也都不会输 那结果呢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次日俄战争看似弱小的日本击败了看似不可战胜的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啊没能获得任何的战略缓冲 而且国内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和尖锐了 那战后面对这样的局势呢 这尼古拉二世根本没有他的先辈亚里山大二世这样的政治智慧 他选择的不是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而是干什么呢 我再去投身一场战争 试图用这场战争去转移矛盾 那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然后呢沙皇家族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啊近代以来俄罗斯历次对外扩张 他的心理动机无非也就是战略缓冲 跟这个转移国内矛盾就这两件事情 为了这个我们刚才说过 俄罗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啊 虽然在十九世纪以来俄罗斯几次这么做都玩砸了 但是现在俄罗斯这样子后果如何呢 那谁也不好说 谁都不能预测未来是不是 而且现在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还是要取决于各方的这种战争意志啊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俄罗斯历次这种对外扩张玩砸了啊 他的每一次对外扩张受苦受难的不还是他的邻居他的老百姓吗 生灵涂炭 这呀真的是历史的悲剧 那么好了 关于俄罗斯啊近代以来对外扩张的动机啊 这些事情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是三彪先生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